这可能是训犬师接触过最凶的一条柴犬 连他都不得不戴上防摇手套 靠着身体的重量才能把狗压到地上 过程中柴犬不停挣扎 好几次都想张嘴咬人 却被训犬师掐住脖子 死死地按了下去 几秒钟后狗子平静了一些 训犬师稍微一松力道 他立刻从腿下挣脱出来 一副心虚的表情往远处跑去 而当训犬师伸出左手 尝试抚摸狗子的时候 他明明害怕到全身发抖 却依旧倔强的呲牙威胁 嘴里还不断发出嘀吼 训犬师抚摸的力道越大 柴犬的表情就越凶 他张着大嘴喘着粗气 似乎在极力忍耐咬人的欲望 最终趁着训犬师不注意 猛着发动了攻击 这突如其来的一口下的女主人 打了个哆嗦 但训犬师却顺势抓住狗嘴 把手塞了进去 让他从主动咬人 变成了被迫张嘴 这下一人一狗的位置 瞬间掉嘴 狗子为了放回自由 不得不放弃咬人的念头 可能是刚才的战斗 消耗了太多体力 狗狗难得安静下来 在一旁吐着舌头大口喘气 但当训犬师再次伸手靠近时 他一扫先前的倦带 对准手套又是一番猛攻 这次撕咬力道极大 连训犬师都被他拽得转了个圈 女主人更是惊讶得 根本合不拢嘴 似乎不敢相信这条 像得了狂犬病一样的风口 会是自己的爱犬 为了让狗狗安静下来 训犬师收紧牵引绳 用力勒住他的脖子 将狗头按向地面 他不断发出惨叫 被掐得几乎窒息 终于在几分钟后 放弃挣扎 瘫倒在地 而女主人起身离开房间 到外面偷偷抹了把眼泪 他说这条狗刚到家时 不是这样的 以前也非常温顺 是个自带微笑的小天使 但自从他交了男朋友以后 狗狗就开始有了奇怪的举动 有时候 他在厨房给狗狗做饭 男友只要稍一靠近 狗子就会呲牙 然后不停地咆哮 起初他以为狗子 只是不安家里多了个人 只要熟悉了情况就会变好 所以那段时间 他经常让男友喂狗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狗子即便吃了男友给的东西 也完全不让他碰 只要稍稍靠近就会呲牙 哪怕表面上遵从指令 心里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为此女主人教训了他好多回 但狗狗每次都是左耳进右耳出 看起来完全没放在心上 但是突然有一天 两个人一起带着狗子出门 女主人跟狗狗坐在后面 他抬手梳了下头发 狗子却露出了恶狠狠的表情 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又一次抬手对着狗晃了几下 结果狗狗嘀吼得越来越凶 似乎已经完全不拿他当主人看待了 从那天开始 这条柴犬就彻底换了负面孔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将两位主人咬得遍体鳞伤 女主人第一时间带他去看了兽医 但兽医给出的建议却是安乐死 因为这条柴犬已经彻底失控了 听不进任何指令 与其说它是狗 不如说更像一头无法驯服的狼 可即便这样 主人也不想轻易放弃 所以请来了专业训犬师 但他没有料到过程会如此折磨 折磨爱犬也在折磨着它 稍稍冷静一些后 女主人坐回了房间 训犬师问她是否还要继续课程 女主人却坚定地点了点头 看到女主人的眼神 训犬师欣慰地笑了一下 她坦言自己也没有把握 能够完全驯服这条狗 她的主人做出更多努力 训犬师说这条狗 已经丧失了对于人类的信任 所以不管是谁 用什么方式 只要靠近或者想触碰它 狗子都会做出防备姿态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让狗狗知道 人类不会伤害它 训犬师往后撤了几步 然后慢慢拉动牵引绳 将狗狗拽到自己身边 目前为止一切安好 但它刚一伸手 狗子的表情就变了 训犬师没有退缩 反倒把胳膊往前送了几下 一直贴到狗嘴旁边 仿佛在说你随便咬 我根本不怕 而狗子也没有辜负信任 再度发动攻击 因为房间比较空旷 训犬师不得不拉紧牵引绳 才能将狗子控制在范围之内 这让它消耗了很多不必要的体力 所以当狗狗平静一些后 它将训练场地转移到了狭窄的玄关 这样不管狗子如何挣扎 它只要堵住一侧就行了 惨叫一声盖过一声 听得女主人心惊胆战 它尽力控制情绪 却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 半个小时后 客厅里挣扎和惨叫的声音渐渐变小 训犬师牵着狗狗回到了房间 女主人紧张地握住双手 想知道结果到底如何 已经被兽医宣判死刑的狗 还能变回以前的样子吗 然而让它没想到的是 这回不论训犬师如何抚摸头部还是身体 狗狗没有做出应激反应 虽然偶尔会刺一下牙 却没有乱叫也没有咬人 看到爱犬久违的温顺模样 女主人终于露出了笑容 看向训犬师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感激和信任 训犬师说 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狗 知道狗的状态 一定会牵动主人的心 所以只有主人配合 训练才能取得成效 这条狗的情况虽然非常特殊 也费了训犬师很大的力气 但是他相信 只要两位主人坚持 狗狗一定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获得更大的改变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可能是训犬师为数不多 戴了手套的几期视频 不过看这条狗咬人的样子 确实得做好防护 那种表情跟其他小狗完全不同 和之前做过的几只柴犬也不一样 看起来真的是疯了 从训练开始就一直没停下来尖叫 哪怕在课程结束时安静了一些 感觉也是累了 或者反抗不动了 女主人如果真的想继续养下去 那训练过程还是任重而道远 最后提醒各位小伙伴 不要盲目模仿训犬师的动作 避免伤害到狗狗 也避免伤害到自己 而且养狗确实就是这样 会碰上不同性格的狗 具体好坏谁也不知道 所以在带回家前 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也要有经济支撑 训犬师拽着这条柴犬 一边用力拉扯 一边慢慢后退 而在它对面 狗子倔强地咬着头 喉咙里不断发出威胁的低吼声 一副不肯妥协的样子 就这样被拖行了一小段距离后 狗子终于爆发了 训犬师健壮 直接走下山坡 把它拽进了院子旁边的小溪里面 然后紧跟着踏了进去 看样子 今天是打算好好杀一杀 这条狗子的嚣张气焰 白柴名叫德九 是三个月大时被主人接回家的 而在它熟悉了家里的环境后不久 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攻击性 主人说 自己曾经被它咬伤过两次 第一次是看到狗狗 被钢丝缠住了脚 它想伸手去解 没想被重重地咬了一口 而第二次是在狗狗生日那天 它想给对方带个蝴蝶结拍照 结果被直接咬进了急诊室 除了男主人以外 父母也没能逃过狗子的毒口 爸爸本来是一名萨克斯乐手 却在撸狗的时候被它一口咬中 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才让手指恢复到能正常活动的水平 而妈妈是有一次出门遛狗 看到它在吃草就想阻拦 结果不出意料也被咬了 几次经历过后 一家人面对这条狗 简直是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 因为它讨厌疏毛 所以主人每次帮忙整理毛发时 都得一只手抓住后脚 另一只手小幅度磨动 就怕它心情不好突然给自己一口 同样的情况在洗澡时也会发生 哪怕不进行肢体接触 只是用毛巾给它擦擦身子 狗狗都会刺着小牙胸的不行 如果生病了想涂个药 更是得派出两个人同时行动 一个负责控制住狗子 安抚它的情绪 另外一人抓紧时间完成任务 除此之外 这条狗子的领地意识 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 只要有人靠近它的地盘 它就会立刻停下动作 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露出锋利的牙齿 摆出一副攻击姿态 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 只要有人想靠近它的小窝 狗狗就会疯狂地发出警告 看到爱犬对家里人这副态度 男主人其实非常伤心 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 反倒自学了很多训犬知识 多方努力下 这条狗相比于小时候 确实有了很大进步 现在只要它开始呲牙 男主人就会强迫它拉手 而狗子即使还在生气 也会乖乖地上自己的爪子 这种程度的变化 其实已经非常难得了 不过男主人考虑到 自己马上要结婚了 妻子如果搬过来住 那么这条狗就是潜在威胁 所以最终还是选择求助训犬师 让专业人士来帮这条狗 减少攻击性 和家人好好相处 训犬师进门后 一家人都表现得非常热情 唯独这条狗远远地躲在一旁 满脸都写着不感兴趣 似乎不管来的是不是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 跟它都没什么关系 这时训犬师说 狗狗这种表现 是一种极度自私的行为 这种特性是柴犬骨子里带的 但并不是所有柴犬都会表现出来 而像得久这样 明显流露出对人类的漠视 大概率是因为太自由了 整个家都是它的底盘 它可以到处寻视 在它觉得舒服的地方 随便躺下休息 而且因为主人一家 对它很是疼爱 所以到处都有 给狗子准备的食物 也因此让它有点飘飘然了 感觉自己可以 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 所以今天训犬师 第一项要做的 就是要减少 它所感知到的喜爱 当狗子在门边打转时 它让男主人 故意挡在狗子和门中间 像看不见他一样 来回走几次 而狗子果然被弄懵了 似乎搞不明白 主人为什么要这样 最后只能犹犹豫豫地 主动推开 回到玄关处 趴在了爸爸脚边 像是寻求抚摸一样 不过这次 训犬师还是不打算 顺他的意 他故意叫主人一家 都回到沙发那边 一个眼神都不要 施舍给狗子 结果他彻底慌了 狗狗赶紧起身 装模作样地 闻了几下 然后悄悄地凑到 沙发边打转 想顾忌虫师 博取注意力 但是这次 训犬师直接让男主人起身 养着脖子 挡在狗狗面前 他往哪动 主人就往哪挡 如果想坐下 就上前一步 把他逼退 三番五次的拒绝之后 这条狗终于认识到了 主人今天 好像不太喜欢自己 所以只能挥溜溜 走回玄关 重新趴好 打击过狗子的 嚣张气焰后 他让男主人 直接拿出牵引绳 准备开始第二项训练 他说这条狗 之所以那么抗拒牵绳 无非就是自由散漫惯 再加上主人 也没有应行要求 但是从现在开始 男主人就得强硬起来 拿出主人该有的架势 他让男主人 先把牵引绳 套成一个圆 然后不要蹲下 直接站立着 把绳子搭到狗头上 接着慢慢收紧 结果狗子 真就晕晕乎乎地 被套住了 通常来说 狗子配合主人 都是应该得到夸奖的 但训犬师特地叮嘱 从现在开始 一句都不需要夸他 因为出门散步 不是主人的需求 乖乖带好牵引绳 是一条狗应该做的 他没有资格 因为这点事情得到奖赏 随后训犬师 让男主人 牵着狗出了门 他告诉对方 散步时这条狗 要是出现了撒欢意图 就马上拉着绳子 把他拽回身边 随后非常自然地 想接过牵引绳 做个示范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狗子一回头发现 牵着自己的人变了 竟然开始咆哮起来 训犬师勒得越火 狗子叫得就越凶 仿佛是在警告他别拽 再拽自己真的会咬人 不过训犬师 可不会有什么联系之情 对于这种不听话的狗 他的处理方式 就是压制回去 只见他扯着牵引绳 慢慢后退 狗子不愿意走 就硬拖着他走 这么拖行了一段距离之后 狗子突然爆发了 看到他终于撕掉伪装 露出胸向 训犬师立马决定 更换训练方法 他直接走下山坡 把狗子拖到了小溪边 直接推进了水里 神奇的是 狗子刚一碰到水 就立马不叫了 看起来甚至有些慌乱 训犬师解释说 狗狗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在恶劣条件下 体内的求生本能 超过了警戒本能 所以他不敢也不会咬人 对所有指令都会言听计从 他让主人试着给狗子绑上项圈 可惜在潜水区狗狗依旧咆哮个不停 没办法 训犬师和男主人只好陪他一起下水 两人一狗扑腾到了比较深的地方 这回狗子终于不敢反抗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游嘉宾跟男主人配合 在小溪里训练了半个多小时 直到狗子已经明显露出皮态 才牵着他往山坡上走 到了半山腰处时 训犬师让男主人再试一次 但这回狗子可能觉得终于安全了 竟然又开始疯狂咆哮 训犬师一看 这狗明显还是不服 于是一行人又回到水里继续训练 断断续续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当男主人第二次在陆地上 给他带向圈时 狗狗终于老实了 我看来它就处理了 处理了 妈妈不处理了 不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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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处理了 不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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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柴犬在这个节目中的出现次数 简直可以排名第一了 因为基因和狼相似度很高 所以野性超强 性格非常固执 不过今天这条柴犬还是很幸运的 虽然脾气暴躁 但碰上了好主人 而且根据主人后续发给节目组的视频来看 他一直在坚持训练 大冬天的还带着狗子下水 相信有了训犬师的帮助 加上狗主人的毅力 用不了多久 这条狗子就能变得更加温顺 跟家人和睦相处了吧 这只黑柴发起攻击的一瞬间 直接被训犬师揪住喉咙提到了半空 他努力蹬腿试图挣脱束缚 可换来的却是越勒越紧的牵引绳 跟一下中过一下的强力压制 为了避免被狗狗咬到 训犬师左手掐住他的后颈 右手拖住屁股 把狗夹到了两腿之间 借助身体重量强迫他冷静下来 而一整套动作结束后 女主人一家已经完全傻眼了 就连节目组嘉宾都露出了不然的神情 狗狗名叫柿子 今年才刚满一岁 平时跟女主人和他的两个女儿住在一起 因为主人家性格都比较温柔 所以这只柴犬被宠成了家里的王 而三位主人像是大臣一样伺候着他 用大女儿的话来说 就是快要抛弃身为人类的尊严了 只要他们休息在家 主要工作就是陪狗狗玩 上午临时游戏 下午拖拽训练 傍晚还要放古典音乐 让他舒缓一下情绪 然而即便伺候到这种程度了 这位王该发脾气还是发脾气 女主人说这条狗上一次剪指甲 还是两个月大做绝育的时候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给他剪指甲了 哪怕一家三口全部出洞 一边用临时转移注意力 一边拿着指甲刀慢慢靠近 他也会发出呜呜的低吼 警告主人不要随便乱碰 除此之外 每当主人试图给他拴上牵引绳时 狗子也会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 哪怕最终强制戴上项圈 出了门也会大发脾气 就在两周前 女主人带他出门散步时 狗狗突然发狂把他咬进了急诊室 全齿深深地扎进了胳膊里面 给手腕处开了个窝口 第一次见血之后 这条狗的脾气越发不可控制起来 现在他不仅会无缘无故咬人 甚至会故意叼走主人的东西 占为己有 如果强抢 就会爆发更为激烈的争动 眼看情况越来越失控 女主人不得不选择求助训犬师 希望在这条狗还没定性之前 能够有所改变 训犬师刚一进门 这条狗还表现得比较热情 围在他身边闻来闻去 可是当他掏出象圈后 狗狗立刻躲到了一旁 显得非常紧张 甚至转着圈地咬自己尾巴 来发泄心中的压力 当他意识到光靠自己 可能打不过面前的训犬师时 立刻跳到沙发上 寻求女主人的庇护 这时训犬师让一家三口 全都站起来 留狗狗自己在沙发上面 结果没一会儿 他就跳回地面了 然后上下乱窜 试图吸引注意力 整只狗看起来非常暴躁 似乎在说我真的很生气 主人凭什么不给我撑腰 这样放人不管一段时间 他就会自己意识到不对 然后慢慢冷静下来 等到狗狗没有那么慌了之后 训犬师拿着牵引绳慢慢靠近 本想采取怀柔政策 哪知这条狗不识好歹 突然间掉头就跑 被抓住后还亮出了獠牙 趁着训犬师给他带象圈的功夫 扭过头就想咬人 好在训犬师反应够快 在狗子偏头的一瞬间 把他按了回去 他就这样一直刺着牙 跟训犬师无声对峙 几秒后像是察觉到了情况 对自己不利 暂时收起獠牙安静下来 而训犬师也收了力道 让他暂时放松一下 本以为见识过绝对的力量之后 这条狗会稍微学乖一点 马芝就在训犬师收紧牵引绳 想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时 这条狗毫无征兆地咬了他一口 可是即便被咬了 训犬师也完全没有退缩 反倒依旧把右手贴在这条柴犬嘴边 像是在默默地嘲讽他 你随便咬 我根本不怕 几分钟后 狗子悄悄地退开了一点 朝主人所在的方向一个紧张望 但训犬师没有给他进一步求助的机会 而是直接走到另外一侧 再次拉动牵引绳 狗子虽然没有大喊大叫 却在不停甩头试图挣脱绳子 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感 大女儿甚至不敢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直接把头偏到了另外一侧 训犬师就这样一时收紧一时放松 慢慢压迫黑柴的情绪 终于在他将狗狗逼近角落里时 战斗爆发了 训犬师左手揪住狗子的后颈 直接将他提到了半空 因为是第一次训练 狗子连反抗都有些生疏 整个身体僵硬的都不会动 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丝乌液 可是当训犬师把他重新放回地面后 这条柴犬靠着骨子里的狼性 又一次发起了攻击 这回训犬师没再手软 强制压迫过后 直接把他夹到了双腿中间 不管狗子如何惨叫都没有放松 当他第三次想要撕咬训犬师时 被狠狠地按在了地上 整个房间回荡着狗狗 撕心裂肺的惨叫 那声音停不下来的 往几位主人耳朵里钻 让小女儿心疼地擦了擦眼泪 终于十几分钟过去 狗子看起来平静了一些 虽然表情依旧争明 却没有再发出吼叫 或者试图咬人 反倒用近乎乞求的目光 看向三位主人 这时训犬师也没有再进行压迫 而是轻柔地抚摸着狗头 这样重复了几十下后 就算两只手全部放松力道 狗狗也没有再试图发起攻击 直到训犬师起身撤到一旁 狗狗看起来都很平静 接下来他把牵引绳交到大女儿手里 让他带着狗狗在客厅来回溜达 此时这条柴犬 对于项圈跟牵引绳 已经没有那么抗拒了 反倒一直紧挨着主人 看起来乖巧又温顺 当散步训练结束后 狗子也是静静地坐在主人身旁 完全看不到先前嚣张跋扈的模样 第一堂课结束前 训犬师告诉三位主人 这短短几个小时训练 不可能改变狗子的性格 但可以让他知道人类的厉害 所以后续一定得主人配合 才能压制住柴犬骨子里的野性 乖乖听从人类的话 至于剪指甲这个问题 其实大部分宠物都有这种困扰 也是一种本能 所以在暂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可以往菜板上贴一层纱纸 让他自己去抓 这样指甲自然而然就会磨短了 一个月后 当三位主人又一次给节目组传来视频时 小菜板上已经布满了抓痕 狗狗看起来也很听话 相信在专业系统的训练过后 狗狗和主人的关系一定能更加紧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养柴犬 还都是温温柔柔的性格 真的很难不出现被狗踩在头上的情况 不过好在狗狗年龄不大 还处在建立认知的最好时期 比较容易矫正 而且训练过程中两个女孩也挺坚强的 没有做出特别哭哭啼啼的那种表情 包括后续训练都特别配合 这样教育一段时间过后 狗子一定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